字幕提供 早晨,大家好 歡迎收看《順忙早事有計》 我們今天請來英業環球資產管理 董事總經理陳炳強,Thomas 跟我們分析今早大事的表現 Thomas,早晨 早晨 美股昨晚上升的當中道指收市 重上17,000點的水平 看回港股方面 其實港股近期的港匯都偏強 但近日的成交,港股的成交仍然偏低 今早早港股就繼續表現做好 限指高開136點 其實短期之內,成交可否有機會回升 如果單從港匯偏強 聯想當然資金流入 不一定流入股市 過去一段時間似乎不是這樣 未實現到資金流入股市推高的股價 至於何時才會進入股市呢 這個只有它才告訴我們 我們繼續等 等成交增加 如果一直都不是的話 雖然最近我們港股 都受業未股 做得好些那麼多的話 出現一些上升、反彈 但假如沒有成交配合的話 始終都全然 會不會3,40元再升回 3,40元再升回後 假托過又跌下來呢 現在都是懸而未決的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兆佳表示 滬港通的準備工作進度良好 其實看到昨天AX截讓股又再炒上 當中浙江細寶 昨天急升之後 今日的股價早段再升超過3% 短期之內有沒有回徒的壓力呢 這個質量仍然存在 不過升得很交關 若然你說看超賣 超賣了很久 非常之厲害 成交呢 今次越來越升 成交慢慢又少一些 一切都好像大家換入擔心 但這類炒炒概念的話 什麼時候也不知道 但根據剛才的看法 再加上今天那個 衝高之後又回落下來 大大收窄它的升幅的話 今天要留意 假如今天收了的時候 不能夠近著高位 今天高位收的話 可能就真的會比較大機會 出現一些回點 而加電衝進去的話 就會是太過深究一些 國行發營警 預期上半年利潤減少最多6.5% 今日的股價見到偏遠 下半年其實那個股價 是不是大家都不要沾手呢 主要就是兩方面 第一就是它的那個 黑量和貨量 會不會回升呢 這一點暫時我們都會比較保守一點 因為我們的經濟 都是比較上穩 就不會有大的增長 另一方面大家擔心 就是人民幣會不會再次轉弱呢 要去持續轉弱的話 對於航空股 尤其各行方面 是一個不利的因素 而根治法的刑警 也有幾大程度 都因為人民幣下跌的影響 下半年既然都有這樣的隱憂的話 我認同的 大家對於這個股份 下半年就比較甚深了 中閘集團就相反發營起 預期上半年盈利最多增長一倍 今天看到股價組斷曾經升超過4% 股價是否可以繼續上網呢 你好消息出來 延續過去之前 開始上升了 等於13個多已經開始上升上來 今次有一個突破再升上去 不過實際上大約17元左右 是技術上比較大的阻力 原因就是去年 應該說今年年初的時候 試過這裡有一個好好的支持位 至於跌破了 今次重新上去 恐怕這個變成一個大的阻力位 而17元離開現在 而不是太遠 我覺得 等於這就適限了一切 要是有回落後才賣入 或者起碼突破在上面 站得穩 才追回入面的好點 而在這個時候去進場 直播率相對上比較低 Thomas 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多謝Thomas的分析 早事有天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做得好 在拍攝 消化 twitter